台北兩大文青界盛世 簡單生活節 原創基地節都在本週開跑 方美必拍的打卡點 好吃又好逛的 市集還有熱鬧的表演 精彩可期 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松山文創園區 舉辦十天限定的原創基地節 今年首度走到戶外 以幻場為主題 邀請十一座藝術家 設計繽紛多彩的地景裝置 連藝人孟耿如都來打卡朝聖 先前在台南漁光島爆紅的 白馬祕境森林 這回也在松煙草皮上 重現以五萬根粉紅竹籤 打造的粉夢幻羽毛海 吸引許多民眾搶拍 如果你覺得拍不夠 還可以走到巴洛克花園平台 這裡有迷你版粉紅樂園 可看到小熊玩偶 沙發 衣櫃等家室 通通染上粉嫩色彩 讓大人 小孩 明星都拍到忘我 我的作品叫做《那些設施的樂園》 然後呢 就是因為現在的人 就是很喜歡自拍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像社群的一個世代 然後所以呢 我就創造了一個 就像是一個很夢幻繽紛的樂園 讓人家想要進來自拍 然後上傳打卡 拍完美照 我們接著逛市集 最受文青竹期待的好家在市集 從選品到布展 攜手服飾 竹編花藝 創意美食等40多個文創品牌 讓民眾感受生活中的魔幻時刻 同時 在這裡也可以品嘗到 台北南門市場的老味道 和新高團店 以及暖呼呼的南部口味湯泡飯 吃飽喝足後 大小朋友也能動手DIY創作 我們是一個走探索技術實驗室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 就是安排這10天裡面會有快閃教室 所以歡迎大人跟小孩都可以來這邊體驗畫畫 音樂迷準備前往信義區搖擺 年度音樂創作節盛世 簡單生活節 今年擴展規模與活動日期 首度到台北101水舞廣場舉辦 邀請蔡劍亞 陳珊妮等十逆派歌手 多達63組歌手團體 一連9天嗨唱 現場還有超過擺攤美食與手座攤位 連超人氣麻辣火鍋沾劑都變身台味關東煮 讓民眾邊聽Live演出 享受麻辣燙的滋味 吃喝玩樂 以賜滿足 最想看哪一集 陳仙進跟Rio王 我最想看Apple還有呂士璇 我最想看OZ 好樂樂團還有呂士璇 然後還有很多欸 好像有點講不完 光聽到這些演出陣容 是不是非常興奮啊 能一次看到這麼多大咖非常難得 週末就又來這邊看表演聽音樂吧 大家下集見嗎 大家下集見吧 大家下集見吧 大家下集見吧